你把ID做出來之後 其他的資料就跟著做出來 那這個就是現在的所謂的 那個觀點室資料庫的優點 也就是觀點室資料庫 你只要把那個 就所謂的Key ID做出來之後 其他的資料就可以利用這個Key去查到 其他的部分 因為他只要一個Key 就會帶到relation 帶到其他的資料 再去把其他的資料把它抓出來 這樣的話好處就可以避免掉 很多重複資料的儲存 效率自然會大大增加 那當然這是優點 可是缺點是怎麼樣 因為你這個東西 還要一個參照對照表 那對於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很麻煩的 你為什麼不全部放在那裡就好了 那現在 大數據的問題也是一樣 因為大數據跟那個 我們的資料庫正規的話 當然 當然他要把他正規的話是有困難的 所以你要短時間要把什麼那些大數據 通通都放在所謂的資料庫裡面 難度太高了 那怎麼辦呢 有時候倒不如什麼 暫時放在VBA裡面 eSale裡面 透過eSale先分析過 也許呢 如果可以再把它放到那個資料庫 如果不行的話 那當然直接乾脆用eSale來處理資料 我覺得也是一個還不錯的方案 好 那比如說今天我已經知道他規格ID之後 那我可不可以知道這個人 住 這個ID 的那個名字叫什麼 那名字叫什麼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用查詢的 那查詢的話 這個對照表 他叫那個booking 一整個 所以這邊的話先要知道 好 這個booking 那從booking裡面的話 你要算第幾欄 比如說我們今天 他的那個firstname 是第八 跟第九 第九是 他的那個 信跟名 那信跟名知道之後的話 name把它串接 那怎麼串接 插入一樣 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V2塊元素 查什麼 查這個編號 在哪裡 table array 按F3 booking 第八欄 完全比對 信就出來了 那他的名呢 很簡單 複製 不過在中間加空白 貼上 改什麼 這邊改九就好了 有沒有 按打勾 OK 這一個人的名字 其他人的名字 點兩下 全部都查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一個booking id 做完之後 配合個總表 這個資料就做出來 然後他住幾號房 很簡單 把這邊的公式 複製一下 然後切到booking裡面 幾號房 F6 然後 所以直接貼上 輸入6 打勾 幾號房 幾碗 就是把 check out 第五 減掉 減掉 第幾 第四 錢 ok 對對對 做出來 有沒有 所以這邊喔 基本上都是一個v 記錄函數 就通通通搞定 他其實就是從什麼 從表裡面去撈資料 不過price比較麻煩 他的頭 其實可以怎麼做 要不就是前兩個字 其實前三個字也可以 所以在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 rune number 有沒有 前三個 然後再串接 或者是前兩個 再加一個 minus 符號 再加 rune number 再去比對什麼 比對叫looking price 哎 就可以查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他這邊 第一個 那你可以分兩階段做 兩階段怎麼做 這是第一個 文字 我們用那個 laps 會比較簡單 你用mid的也可以 不過mid的函數 可能會多一個 多一個參數 那幾個 兩個字好了 按確定 中間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 and minus 符號 再and and 他的 rune number 打勾 不過這個 不是他的price 必須把這個 剪下來 插入一個什麼 一樣 最近使用過的 不必錄函數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讓他去查 去哪裡查呢 looking price 所以按F3 這個名稱 我想你就自己建 以後的話 反正 你只要把名稱 定義好之後 按F3 欸 查出來了 然後呢 第二欄 一定只會有一個 一筆 所以不會重複 0 按確定 他的價錢 全部查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在做 其實這個滿像是 在isail裡面 做資料庫裡面的事情 然後他 總共的帳單 多少錢 三個晚上 乘上 他的價格 打勾 按確定 所以這樣的話 那將來如果你要把這個帳單 也許這個就是一個報表 那你可以想要再排版一下 那頂多是怎麼樣 你就是 一般是可以利用那個 在格式裡面 常用裡面有個格式化表格嘛 那看你要格式化成哪一種表格 反正這邊隨便選一個 好 那他會問你說 有沒有標題 有按確定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再去 再 設定他列印的那個 報表格式 反正這個地方就是 版面配置裡面 看你要在 版面配置裡面 看要不要加那個 頁所頁尾 之類的 這個我想自己再加一下 那印出去呢 就是會是一個 漂亮的報表 OK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好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主要我們是 name 論 所以這邊的話 那答案的部分 我剛剛已經幫各位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再 重新整理一下 如果他沒有出現那個 那個 答案的話 完成畫面 那我是把它放在這邊 展開來 這邊有一個完整的畫面 跟底下的那個公式 不過公式 因為太多了 所以我就直接放這邊 哎呦 學 等一下再幫你們複製貼到這裡 畫面先換給各位插 該怎麼樣完成 比如說單位 那你要查詢的話 這邊有個單位 那你可以看一下公式裡面 名稱管理院裡面 已經幫各位做好了 所以將來這些都不用做 可是以後 你自己沒有自己要做了 那這個我想 產生的方式我們都講過了 那配合F3呢 其實我覺得再配合V1 這 其實這樣搭起來 我覺得 好像還蠻match的吧 因為如果你不用那個 名稱 加F3 我覺得 以前你要這樣選 我覺得感覺不是很OK 而且 你選完之後你要再加F4 鎖起來 否則這樣 向下填滿會 會改變 而且 那個資料 將來換個地方 可能會出問題 OK 那這個名稱就比較簡單 首先的話助轉 那我們首先一樣是 這個你可以 分兩階段做 第一階段就是 可以先把108抓出來 所以這個第一個 當然你可以先 如果你快的話 你可以一次 不過你沒辦法那麼快 你可以用文字裡面的密的函數 MID 有沒有 然後去抓什麼 抓第三個到第五個 那它的邏輯一定是 什麼資料 然後呢 從第幾個 從第三個 要抓幾個 抓三個 108 有沒有 按確定 再把這個剪下來 其實你可以分階段做 尤其越複雜的事情 你可以不用一次做完 OK 好 再來的話 這邊再利用 最近使用過的FILF函數 把這個108貼上 要查什麼 要查F3 裡面的那個單位 所以把單位 然後 那單位如果你不知道地幾欄 你可以把 你可以看這邊 或者游標可以點一下單位 他一樣會把這個 有沒有對照表讓你秀出來 那只有兩欄 所以一定是 0 OK好 確定 查出來了 好 那再來的話 主別的話 那就是一樣方法 主別的話是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主別看一下 A B C D 好 然後這個應該是第七個字 那這個一樣 插入最近使用過的MID函數 從這個字串裡面 從第七個 取幾個呢 取 取一個 一樣解下來 才有函數 才有函數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去 對照表 F3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 這個是主別 所以 主別不知道沒關係 點一下 然後第二欄 找第二欄的話 我要 比對方式 完全比對 我按確定 好 上下貼滿 真等的話 第一個字 所以插入 當然只用Labs就好了 Labs 這個地方的一個字 按確定 然後再把 查出來的簡像 VILO函數 來把貼上 然後Table Array 這邊的話 一樣F3 這個是什麼 主別 不是 生人 所以 F3的好處是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以前你這樣按下 那你選完之後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搞不清楚 常常是這樣 頭腰腦這樣的 一堆東西 而且每一個長得都很像 那到底是什麼 最後自己也搞不清楚 所以 那這個名稱有了之後 你就看嘛 再怎麼樣 也不太容易做錯 然後 這邊的話 如果不知道點一下 第二欄 好 按確定 會發生什麼 錯誤 欸 為什麼 這個是升等 欸 明明是E啊 為什麼找不到 對 因為Labs 切出來的 一定是字串 有沒有 但是 你升等裡面放的是 數字 文字跟數字不同啊 怎麼辦 嗯 切得齁 但這邊不能改啦 要不除非你就去改什麼 改升等裡面的那個格式 把它變成文字 好 要不就是怎麼樣 把它改一個 用哪個函數呢 Value Value還有印象嗎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Value是 把 呃 字串轉為 數字 那顛倒那個是什麼 就剛有用過的 就 有講過 有講過 Test Test 有印象嗎 一個Value 一個Test Test就是把那個 數字 可以轉換成 文字 你可以轉來轉去 不過Test 比較麻煩是 你要給格式 就是多一個參數 那Value是一個參數 這個差別在這裡 好 按確定之後 好 有沒有 就做OK了 這沒問題 所以 這個Value 非常重要 以後如果你遇到那個 文字 轉數字的問題 好 這個就OK了 再來的話 這邊 我們要把 這三個平均 放在這邊來 然後呢 這兩個 這個乘30 這個乘70 那所以 最簡單的做法是 你先做一個 另外三個都做出來 刮5除以3 就好了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 插入函數 V入函數 然後呢 把什麼Value 給它 然後Table Array的話 假的話 它應該是什麼 烤雞吧 OK 按確定 如果不知道 點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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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烤雞 好 然後 再來的話 第二欄 然後 0 好 確定 那其他的話 就剪下 不 複製 加上 把那個 這個改成 多少 FG 對不對 然後 這個再加上 這個應該是GH 然後 這個 改成 烤坪 乾脆用這樣子 F3 好 因為懶得打字 不然你也可以改個字 就好 好 255 不過 記得要 刮弧 前刮弧 後刮弧 除以3 當然你也可以用AVERG 反正 結果是一樣的 打勾 好 那這個的話 就是等於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 乘0.3 這個 再加上 加上 這個 乘0.7 打勾 然後 合計的話 就是等於 等於 這個 乘0.6 因為它是60 加上 這個 乘0.4 OK 好 打勾 那就做完了 再來排名次 那名次的話 當然你可以 看有沒有 根據 合計 不過合計 看一樣 有沒有名稱 沒有 所以你可以 點合計 Ctrl 向下 不過等一下 可能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三個一起做 這個可能 那沒辦法直接 用Rank Rank 我們用統計裡面 打一個 RA Rank 那裡面的話呢 直接 它的 然後 Reference 這個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 鎖起來 不過還是名稱比較好 但是為什麼不用名稱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用名稱 那會出問題 不可能 全部都叫合計吧 按確定 好 名字就做出來了 但是 其他的怎麼辦 所以還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先做完沒關係 做完之後 再把公式複製過去 可是你想說 那複製公式不是很麻煩嗎 其實 你可以用什麼打勾的方式 跟錄製劇集差不多 就是 先點助專 按SHIP鍵 然後呢 有不要放在 因為多選 對不對 放這邊 點一下 打勾 他公式呢 就會套用在另外三個 應該知道意思吧 但是你不要向下填滿 因為向下填滿 他們的列數不同 會出錯 打勾 有沒有 這個動作實際上是把公式 幫我怎麼樣 把它套用過去 那你想說 那乾脆一排 直接打勾嗎 對他不行 如果行的話 當然我會用那個方法 OK 不過這樣已經快很多了 不然以前怎麼辦 複製公式嗎 慢慢複製 那最後取消選取 記得一定要選這四個以外的 好 然後等一下 有沒有 好 不過這樣每個點 OK 好 這裡的話 各位試一下